其中一個獲救的人戴著口罩 由擔架送上救護車,他還是清醒? 調查人員穿着防護衣入屋搜證 有斯敦警方當地星期五接獲線報 懷疑發生綁架案 持搜查令到西南面市郊 一棟兩層高的獨立屋調查 發現有90多人在入面 年約二、三十歲 包括有五個女人 部分人有新型肺炎病徵 要留在屋內等候檢測 警方說這些人被發現時依著簡便 分開兩間房間縮在一起 有一段時間沒有吃過東西 警方向他們派糧食、水和保護裝備 初步相信有人偷運人蛇 國土安全部和移民局加入調查 有線電視記者來進入報道